那我们一般长期开休的朋友 通常会觉得头晕、头痛或者颈尖酸痛 以及眼睛容易酸涩、容易疲倦 那在这里介绍几个按摩的穴位 就是我们的颌骨穴 那颌骨穴可以让我们精神比较提神一点 那再来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头昏、头痛 你可以按压这个太阳穴 然后呢紧接着百慧穴 到我们颈部后面的风磁穴 那颈尖者呢 我们这个颈尖一定要放松 所以呢最后这个肩颈穴 一定要给它达到一个颈尖被放松的一个作用 这样子 那如果眼睛容易酸涩的话呢 我们可以加上这个眼睛的精明穴 或者是说前额这边容易酸胀的话呢 可以再加上这个硬糖穴 那想要喝一点提神的 这个饮料我们可以建议这个中药的茶饮 你可以用粉光酸两千 麦门冬三千 枸脊三千 红枣 大概三到五颗 那粉光酸本身有补气健脾的一个功效 然后呢麦门冬呢 可以让你改善就是口干舌燥 长期开车 身体虚热比较旺的一个作用 那眼睛呢容易酸涩 长期的开车 我们就可以用到枸脊 然后红枣 来健脾补胃这样子 那以上建议这个茶饮你可以用了600cc到800cc的水给他煮沸 然后一天喝一份的这样这个剂量 譬如说长开车的孕奖呢 一天就可以泡这样子呢 或煮这样一杯的重要的茶饮来饮用